再来看到是比尔盖茨以及巴菲特 九月底将会到大陆来倡导慈善捐款 据传已经邀请到了约五十名的大陆富豪 不过呢却有部分人拒绝了 那么终于呢有富豪正面回应 身家大约呢一百五十一台币的陈光标 他写信给两个人说 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将会捐出呢所有的财产 他甚至说了这么一句话 死于巨富是可耻的 比尔盖茨跟巴菲特 慈善劝目中国行 终于有了首位具体响应者 在我将来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 我所有的财产 看得见的能磨得着脸 全部捐出去 就讲的难听话 再讲一步 包括我的五丈乐福 我都愿意捐给社会 他是43岁的陈光标 身价约台币一百五十亿 在活润财富榜 不过排名三百多位 勉强吊车尾 慈善却跑第一 汶川大阵发生后 陈光标组救援队 活速前往灾区 不但救出上百人 还捐款上帝 被称为中国最具 好张力的慈善家 我认为一个人活着 如果说能影响更多的人 幸福和快乐 这样的人生才是有益 有价值的人生 死于巨富是可耻的 陈光标说了重话 出身江苏贫困农村 他对穷苦人更能感同身受 陈光标希望 借由响应巴菲特慈善募捐 来抛砖引玉 不过中国大部分的富豪们 可不像陈光标 续组众企业家听到这个活动 几乎是闻风而逃 对照有人愿意竞标数千万 只为跟巴菲特来一顿天价午餐 请教股神投资见地 现在听到慈善募捐就缩手 实在有点讽刺 中文立列方综合报道